到处是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 哎呀 世外桃源啊 导航把我带到这个老路上来了 这条路有点像上海到杭州的老湖航公路 海沿那一段的样子 夏天在这条路上开是很爽的 哦这个旁边是杭州民生物流 民生物流应该跟那个长安汽车做配套 哦 这边 哦 福特有个工厂在这个 长安福特有个工厂在上面 应该就是在这附近吧 杭州的大江东新区 哦 左边这是基地的制造基地 看来这边要打造一个汽车城啊 好了 我们往嘉兴方向 哦 这里是不是全江山道 不是桥 好了 现在马上出隧道了 好了 现在马上出隧道了 好 这里 又上去九二 南都湾北线了 沿关 前江潮的最佳光潮地 哇 郭伯斯道要六十八块啊 这个 黑龙驾车大哥飞下来了 下午的一点五十天 下午的一点五十天 到达断货币 别装货币 别装货币 下午的两点半 都装好了 回家了 下午的两点半 屋正大道啊 漂亮 开在这样的路上 是一种享受 就是线数有点低 线数六十 那就慢慢的开吧 那是走下面 走同乡的乌正大道 然后插到苏州的吴江 在从苏州那个附近上高速 回南通 这样 也比较省钱 因为这条路 浙江这一段 乌正大道蛮好走的 然后到苏州那边 没办法要 过苏州城区 必须要从高速上面 走 直接到苏通大桥 走国省道就是这样 要平凡的加点的 很累 如果半夜走还好一点 好 有的时候算算 实际上只高速 又省了油 车辆也守磨损 刷下来也差不多 要看怎么刷 又回到G1-521了 往南通方向 今天又要堵车了 苏东大桥往南又堵了 下午的六点五十分 走了大概四十分钟之后 终于到了苏东大桥 现在在往上爬了 现在已经到苏东大桥中间了 网上的八点到了如高的白铺出口 下锅树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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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了六点半 很细一切 不要朴 desta 要不要啊 要画 你这比掌测好 ratio 你这个比铲车好啊 又省油又方便 还有安全 我搞这个干净就是放上去 这样的铲子铲子 放上去没法 你这是老老人面的智慧 多好用 只要割刀 这样的铲子铲子铲子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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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号的早晨7点20分 货卸完了 今天准备回家休息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开货车的肥猫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加个关注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 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